大家好,欢迎来到伊凡讲民间故事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 每天更新好故事 话不多说,接下来故事正式开始 金菊 很久以前,有队老两口一连生了几个儿子都得病死了 后来他们听说阑山上有两个神仙下棋 他们一边下棋一边剥吃橘子 如果谁能得到一块橘子皮 熬成汤喝下去不但会生下儿子 还会长命百岁呢 于是老头便翻山越岭去找下棋的两个神仙 他走啊走,翻过了三座大山 才在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上 看到了两个老头盘腿坐在了八仙桌边下棋 果然他们是一边下棋 一边剥吃着拳头大金黄色的橘子 两个神仙,一个是红脸白须 一个是白脸红须 老头壮着胆子走了过去 说明了自己的心事 红脸白须的仙人便给了老头一块橘皮 老头子拉着橘子皮回到家里 给老伴熬成的汤喝了下去 果然呢,不到九个月便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长得是特别的小 身体也很瘦弱 但是老两口碍如掌上明珠 起名叫金宝 老头得了儿子心里很高兴 便又翻过了脸座大山 跑到了蓝山上去看望这两个神仙 两个神仙正在下棋 听到老头子抱完喜 那个红脸白须的仙人 便停下了手中的棋子 敲了三下眼前的八仙桌说 小桌子,小桌子,我饿了,开饭吧 立刻桌子上摆出了热气腾腾的酒席 山蒸海味,什么都有 于是两个仙人陪着老头喝酒 喝到最后啊,两个神仙都醉了 往后一痒便都呼呼地睡着了 老头没喝多少酒 他见两个神仙都醉了便起了贪心 心里想,这个八仙桌可真是一件无价宝 我何不趁机背回家去 给我宝贝儿子留着呢 金宝江南要是有这个宝贝 我死后也就放心了 这样想着啊,他便偷偷地背起了八仙桌 走下山来 一开始啊,那个桌子还是很轻 走起来不费力,可是越背越沉 到后来走几步歇一歇 累得是气喘吁吁 直到鸡叫了三遍,才爬回进了屋 这一累啊,老头便生病了 不几天就死了 临死前,他主妇着老伴说 这张桌子啊,现在不能用 等将来金宝大了,留给儿子当遗战 切记,切记 老头死后啊,老伴是辛辛苦苦拉扯着金宝 不管日子怎么苦,也不让儿子干活 有好吃的留给金宝吃,有好穿的留给金宝穿 到了金宝,十八岁,妈妈也去世了 家里只剩下金宝一个人 急得是哇哇哭了起来 直到哭得是肚子咕咕响 才想起来从早上到这个下午啊,还没吃饭了 他便犯起愁来了 忽然想起了爹妈死时啊,不是留给自己一件宝贝吗 他赶忙拿起了八仙桌,放在炕上说 小桌子,小桌子,我饿了,开饭吧 立刻,小八仙桌出现了一盆香喷喷的肉包子 金宝是乐坏了,抓起包子就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他吃饱了,想把剩下的半盘包子留着晚上吃 这时,东林家的两个小伙子闯进来 一看便嚷了起来 好啊,小金宝,你怎么不学好 把我家的肉包子偷了来 害得我们过节没饭吃 说着,一个端走了剩下的包子 一个狠狠地踢了金宝一顿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他的肚子又饿得咕咕地叫了起来 他又想起了他的小八仙桌 他把八仙桌拉出来说道 小桌子,小桌子,我饿了,开饭吧 立刻,八仙桌上摆出了八个碟八个碗 香气扑鼻,馋得金宝直淌口水 他刚刚拉起了筷子还没吃 本屯的老财主大管家 带着狗腿子闯了进来骂道 这是老爷庆寿的酒席 怎么让你给偷来了 说定,一顿拳打脚踢,把金宝打趴下了 等金宝是醒了过来 看见这个八仙桌已经被踹成了几块散板子了 酒席早就没有了 金宝忍痛爬了起来 抱起这些板子,塞进了藏铐 点着火,又在锅里添了脸瓢水 要煮一顿玉米粥吃 这时候金宝看见 还有一条桌腿丢在了地上 便拿起来也要往这个藏炕里填 没想到桌腿说话了 小金宝,小金宝别烧我 你把我削成一个扶把子 我帮你砍柴 保你吃穿不用愁 金宝按照桌腿说的话 把这个桌腿呀 削成了一个光溜溜的扶把 他拉着斧子上山砍柴去了 这把斧子是特别好使 斧坝要长就长,要短就短 怎样硬的干柴也都能砍下来 可是金宝从来没干过活 砍了一阵子,早累得是腰酸腿疼 他不想再干了 便把这个柴捆在一起 准备背到集市上去卖 他背起柴走啊走 走不到三里路就走不动了 只好坐下来歇着 金宝刚刚坐下来 就闭上眼睛打起嘴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 睁开眼一看 拉在手里的斧子 掉到了身边的山沟里去了 没有斧子怎么干活了 他便到沟里去找斧子 可是来到了山沟啊 怎么也找不到斧头 只见一棵大橘树长着一条流水 长在一条流水的小溪边上 大橘树是树枝叶茂啊 结满了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大金菊 金宝类的是又饿又渴 就想伸手去摘几个橘子吃 可手还没抬起来 肩膀就被人拍了一掌 回头一瞧 是个红脸白须的老头 站在背后 老人满脸怒气的说 好啊小金宝 当年你爹偷了我的八仙桌 你今天又来偷我的橘子呀 金宝是吓得说不出话 他暗想 这准是俺爹讲的那个红脸神仙了 金宝盲说 桌子是我爹拿的 他老人家累死了 桌子也没了 红脸神仙说 那好吧 桌子我不要了 不过呢 你得帮我干干活 我才能放你回去 金宝问他是干啥活 他说 我连岁大了 上不了树 这是我种的一棵橘树 你上去啊 帮我把橘子摘下来 摘不干净 可不让你走 说着 神仙给了金宝一个竹筐 金宝没有办法 只好咬牙爬上树 去摘橘子 他没上过树 费了好大的劲 才爬到了树当腰 累得是连腿发抖 吓得是冷汗直流啊 他好不容易摘了一筐又大又红的橘子 下来交给了红脸仙人 仙人很高兴 把橘子倒在了草地上说 看得还算不错 赏你一个橘子吃吧 仙人捡起了一个橘子 递给了金宝 金宝啊 是早就馋得不行了 接过了橘子 几口吃了下去 说来也奇怪 一个橘子吃下了肚 肚子咕咕一阵叫 浑身立刻掌握出了使不完的力气 金宝一高兴 又匆匆地爬上了树 很快又摘了一筐橘子 倒在了草地上 仙人更高兴了 拿起了一个金橘 递给了金宝说 再赏你一个橘子吧 金宝又吃下了第二个金橘 金橘一落肚 金宝就觉得浑身的骨头结啊 磕巴磕巴地响 又瘦又小的身体 立刻长高了八尺 变成了一个 磅大腰圆的小伙子了 金宝心里是一乐 又爬上树去了 就这样 金宝是上上下下 一年摘了 九九八十一狂 最后 他又爬上了树 在树间间上还有几十个大金橘 金宝想 这是最后一筐了 前些筐 仙人也再也没有 给自己这个橘子吃 这个老头啊 可也真是吝啬了 我何不在树上再偷吃一个了 可他往下一看 红脸仙人 正仰着脸看自己了 金宝是心里一急 他赶忙把拿在手中的金橘 揣在了兜里 金宝摘下了最后一筐橘子 下到了地面 交给了红脸仙人 金宝怕仙人发现自己偷了一个橘子 不等说话 便慌慌张张的 告别仙人 爬上了山坡去背柴了 等到这个金宝啊 爬上了山顶 回身一瞧 山沟里的金橘树不见了 红脸仙人也不见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怀里 金橘没丢 他忙掏出来一看 好大的一个金橘啊 金闪闪香喷喷 金橘舍不得吃 在手里啊 颠来颠去 忽然一失手 啪 金橘滚到地上去了 金宝低头一瞧 掉在地上的金橘 已经变成了一把砍柴的大斧子了 金宝啊 捡起了大斧子 就见这个腐坝上刻着一行小字 作响齐成 空挨饿 心情劳动 得金国 金宝反复地把字啊 看了三遍 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 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悲柴回去了 从此呢 他变成了一个勤劳勇敢的小伙子 日子也越过越好 故事讲完了 我一直认为 咱们中国的民间故事 比外国的那些童话故事 要好听多了 如果您和我也一样 喜欢咱们本土的故事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一下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请您长按点赞三秒 一起为这个故事叙利 零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